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下一论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点46分 加全指数今天收盘跌112点 找盘最多跌了160点 那慢慢的12点11点以后开始拉上来 但没多了大概拉50点走用 那今天大跌的原因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也不用我再多说 美国昨天又跌了653点 两天又是1000点 那两天又是1000点 细后啊 真是细后啊 没事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12月份本来是一个要不错的月份 已经站上所有均线了 而且你看这半年来 全球被美中贸易战压得喘不过气 好不容易在12月第一天 川普跟习近平握手 画下了一个90天的蜜月期 大家认为暂时贸易战的问题 已经搁在旁边了 股市要开始冲了 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 那么好的环境 既然自作孽啊 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 10月的全球没什么利空 就美国自己在搞 又是抓华为跌了一波 紧接着叫你不要升息 又硬要升息 又打了一波 紧接着要守稳了 美国政府又来关门 可以不用关门的啊 对不对 你美墨边境的高墙先不要盖 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硬要把资源拿去盖美墨高墙 导致政府关门 关门之后昨天又来一个 要联准会主席换人 这一系列不就是自己造成的 国防部长已经换人了 现在联准会主席 明知道你不能换 你也没有权利换 你去讲那个话干什么 所以有人在怀疑说 是不是川普有下空单啊 不然为什么要硬把它给打下来 这是让人要怀疑啊 这是让人要怀疑啊 一连串的动作 都是美国自己惹出来的 自己搞出来的 那把美国自己打成这样 戏后啊 真是戏后啊 今天日本也跌蛮多的 很多人说老师啊 日本跌了一千多点 好恐怖哦 日本跌一千多也是正常 为什么是正常 礼拜五美国跌那个四百多点 礼拜日本修市嘛 昨天礼拜又跌跟六百多点的 那今天礼拜日本恢复交易嘛 开市嘛 所以日本是一次补跌两天啊 日本是一半半两天的量 所以跌了一千点 你把它平均一天大概2.5% 跟美国也差不多嘛 没有比较多了啦 一样啦 那台北股市其实更好哦 你看台北股市 其实是很稳的哦 你看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六的时候 美国礼拜五跌对不对 美国礼拜五跌 我们礼拜六已经消化一天賣压了 路三十点 礼拜一再配合 香港南韩大陆 再补跌一天 可是礼拜我们只跌六点而已 所以礼拜六跟礼拜一 我们是消化礼拜五美国的麦芽 那昨天美国又跌六百多点 我们今天再跌一百一十点 我们今天是消化 昨天美国的麦芽 所以我们三天平均消化之后 三天搞起来漏一百四十点 美国两天漏一千一百点 我们三天漏一百四十点 也不错了啦 今后很漂亮的啦 台北股市其实是抗跌耐症 你看我们其实早在十月份 这波崩下来就没回去了 回去也不多 有啦 涨回去七八百点也不多 那美国主要是现在才开始在 做补跌的动作 所以我们已经躺在地板 也不用过度受大家的影响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美国股市那样跌 会怕 会怕 我跟你讲台北股市很强 我今天来安你的心 来定你的神 我接下来讲的部分 你用心听 当你听懂了 你就知道台北股市 关键的地方 你看今天的盘 你看今天的盘强不强 你看哦 指数虽然跌了一百十点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股票 旺宏 尾盘翻红 连续两天都涨五趴 十趴了 今天又来两趴 十二趴 这一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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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宏会怎么这么强 所以从个股看来 也可以看到很多强势的股票 Switch在美国卖了870万套 由此以来最好 在日本市场 累计销售也超过600万套 600万台 比PS4多卖了一倍啊 这个月 这个月 新的游戏 任天堂 明星大乱斗 这个游戏推出来之后 十一天而已 大卖了 超过三百万套 这个对谁有利 对旺宏有利嘛 对不对 旺宏今年 起砍四孔银 高级拨到那一千 你看三天 涨了十二趴 三天起十二趴 你看今天 二四零八南亚科 开低尾盘也是拉高 要不要买高 三起五趴 今天又起 要两趴 两天七趴 美国两天跌一千点 南亚科 两天 起七趴 二三二七 国具 今天就 两个半 三起八个半 两天跌起来 又起六趴 二零四九上银 今天就 两趴 三起两趴半 两天跌起来 又起五角 其实都不错 六四八八环球金 今天跌的比较多 我们是 从两百做上来的 两百做多起来 三百六 卖掉一半 紧接着我都一直没有买 到昨天 两百八十 才 买回 二百八十五 买回 今天开低尾盘又上了 二百八十一 也差没几块嘛 也差没多少嘛 环球金 差不多了喔 注意喔 随时会起来喔 随随起来喔 随随起来喔 随着环球金的注意喔 对 六一八零橘子 你看今天 我们趁打下去的时候 教会员 六十四块一样都买 你现在六三点五 不一定会来 确实是来了啦 那买六四也无所谓嘛 收盘六四点七 你看橘子 我们这波从六四六五一日做上来 十二个 也没什么下来嘛 难得蹲下来都是好机会啊 今年一趟十一块 赚十一块 心象也贪十一块 现在股价 百五 同样贪十一块 游戏软体股 股价七十几块 你要叫它拨到哪里 指标修正差不多了喔 你之前指标在高档 我也比较不敢买 指标修正下来了 回来连线 当然是好机会嘛 当然是好机会嘛 四一二三成德 今天也没什么都要啊 高档啊九毛钱而已 才一趴而已 你看成德 我们从五四五六 买上来的 指标高我不敢追 下来重新回来连线 就是好机会啊 指标再低档了 这今年一块三十块呢 前三季已经贪六块 以前哪有这样的业绩 今年前三季都六块多了 全年有三十块 因为奥优乳业已经销售完了 也入账了 只是现在没办法揭露 等到年报发布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第四季赚二十几块 你会去哪里 这里守稳之后 再来再攻 又是一个特快车 所以一档一档强势的股票 其实你不需要受到 大盘的干扰 不需要受到大盘的影响 大盘的部分我来跟大家讲解 你用心听 你用心听 大盘的部分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看美国上个礼拜大跌 南韩 日本 台湾 都只跌一%而已 我们很强的 结果现在这个盘局破了 这个盘局破了 没关系 我用时间密码角度来跟大家谈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台北股市都在走十天的循环 你看看这一波 二十一天 涨二十天 跌十一天 涨十一天 跌十一天 涨十一天 那这一次十天落底 第二只脚 当时发生什么事 炸弹包裹 所以double踩第二只脚 总共二十天 所以十天的循环 double二十天 紧接着涨上来 紧接涨上来十天 再压回十天 再涨上来十天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如果美中贸易战 隔制九十天 美国如果不要再去抓 华为的财务长 整个双底出来之后 这个会供出去啊 就去抓华为 把他打下来 打下来就打下来嘛 对 正好第十天打下来 第二只脚 这里就第十天了嘛 所以这边十天结束之后 完本就要去掉了嘛 结果又来一个 升息 然后政府又关门 可是他一直撑住 为什么撑住 因为这边十天到了之后 随时他要动 所以他撑住 那今天破下来 就变成怎么样 变成时间double 变成时间double 那时间double过来 从这里十天 下来 几天你知道吗 时间快结束了喔 剩下最后两天时间而已喔 剩下最后两天时间而已喔 来 我们来看 好 我们来看 我今天特别把这个时间跟你交代之后 我希望能够安你的心定你的神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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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也是第十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四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已经到十七八天了 所以存最后两天 剩下最后两天 存最后两天 所以两日内 如果比较保守的话 比较保守的说法 三天内 你会看到台北股市 反转的讯号出来 三天里面 你会看到底部反转的动作出来 所以最后两天 不要再自己下自己了 我们这次是被美国给拖累掉 可是很多股票是不跌的 所以存最后两天的洗肝 也是让你减便宜货 最后的两天 时间点 好我们来看美国 美国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走十天嘛 对不对 美国是走九天 美国是走九天 你看这边下来 十九天 涨九天 跌九天 涨九天 水灾 本来都已经站上所有均线 尤其划下 九十天的蜜月期 如果没有抓华为打下来的话 那整个是要喷出去的 好了 那自作孽了 打下来了 打下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第九天这里 如果第二只脚 本来也是九天结束要上去 就慕名其妙叫你不要升息 你硬要升息 又把它往下破 往下破之后 九天double 变十八天 对 变十八天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行春冷缸 我们剩两天 美国也剩两天 所以最好冷缸 美国跟台湾都剩下最后 两天的落底时间 所以保守的说法 三天内你会看到 反转的讯号出来 啊既然三天内 反转讯号会出来 最好这两天 就是你休息的时候 就是你剩便宜货的时间 所以这两天千万不要让自己吓到 很多股票是不跌了 只是撑在那边而已 你看国具 那个已经跌不下去了 对不对 国具 我们395卖一次 押回来 320再买回来 320再买回来 这段期间 美国一直跌 美国光是这三个礼拜 跌掉3000点了 美国跌3000点 国具还是在这里 代表他已经跌不下去了 所以未来两天只要盘 一反转 国具率先会冲 率先会冲 你打不下去的股票 他就有涨的条件了 所以国具你要特别注意 我再讲一个美国给你听 再讲一个美国给你听 你看今天的行情里面 神盾跌停 应该的啊 为什么应该的 涨那么多了 神盾涨那么多了 涨多回跌正常嘛 所以我说涨高不要去买 林银不会带你去买涨高的股票 你们都知道 我也不会带你去买烂公司 也不会带你去买投机的亏损的 我们买的一定是基本面最好的 股价在底部的 从底部做上来 安全安心 又能够赚大钱 所以奇怪的你不要去堆 这都危险 你看今天弱势的股票 你把今天弱势的股票看清楚你就知道 今天弱势的股票 大宗 杰利 都拨到5%去 这个都是怎么样 这个都是已经涨一波的个股 都去50%的股票 所以获利回吐净雄 所以今天跌的股票 都是怎么样 都是涨一波的股票 所以回跌正常 可是你会发现到 这两天 昨天 继家涨停 今天继续涨 昨天维新涨停 今天继续涨 中股票有什么特色 中股票的特色就是 之前别人涨他都没有涨 有没有 之前别人涨他都没有涨 6462 神盾大涨 即家维新没去 MOSIFIT大涨 MOSIFIT大涨 即家维新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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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去 6488环球晶 已经去一波啊 98% 即家维新没去 没去这两天 美国振着拨会开始去 有没有发现到 这是维新 这是即家 没去的 这两天去 那今天 今天呢 全新 红杰科 文帽 这三个股票都有什么特色 这都是什么特色 人在大气他没去 人在大气他没去 现在轮到他去 你想一个状况 别人先大涨 代表别人体材 基本面强 所以能够先动 那别人大涨他不会涨 代表他基本面是比较差的 既然基本面比较差 人去没去 这叫弱势股对不对 弱势股如果大盘是一个大坏的行情 是个大空的行情 弱势股他应该率先破底 有没有道理 既然把人拉高不容易再破底 拉高获利回土跌是正常 这种别人大涨大环境好的时候 他没有能力涨 代表他弱 那既然弱 他破底是很容易的 所以如果是一个大空头 美国这样跌 这些底部的股票早就破下去了 早就破底下去了 怎么是底部的股票上来 那这个真的是业绩不好啊 这真的是业绩不好啊 是不是 2455全新 真的是业绩不好啊 3105稳貌也是业绩大衰退啊 所以别人去 他都没去在的啊 然后这两 反正这两天 别人涨多回 底部的股票反而上来 不是破底是上来 所以这两天涨的股票都有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 基本面没那么好 人去没去 因为轮不到他 可是当别人休息的时候 换他上来 所以这种最弱的股票 反而在这个时候上来 代表这个防守 安全啊 安全啊 如果是危险的话 这些 比较差的 应该都是要破底下去的 你听到不 这就是危险 但我不叫你要去买这种股票 这是落后补涨 末班车 落后补涨 因为基本面不够才会变成末班车 接下来这两天最后的时间反转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刚要起涨的 刚要起涨的 因为每个产业的旺季不一样 有的四五六月旺季 有的七八九月旺季 有的十十一二月旺季 有的一月三月旺季 你要去买 即将开始旺季 股价每年都一月份开始涨的 你要买那种 基本面同样很好的 这个才会在一月份的行情里面 有大涨的空间 有50%的空间 补涨股不一定会有50% 如果是弱势补涨 它只是一个弹生而已 你要基本面够强 轮它进入旺季的 它才有机会 像环球竟一样 一波他又50% 一波他又90% 你看我现在锁定了几档 我锁定了几档 你看这支 每年都是从一月份营收 成长到七月份 七月份开始滑落到十二月份 其实它的股价 每年都是什么时候 每年都是年初一月份开始涨 一月份开始涨 年底年初一月份开始涨 每年都是一样 业绩烂的时候 第一季也都能够涨 业绩好之后就涨更多 每年都是一月份涨到四五月份 每年都一样 现在又来了 今年一股也是五块半 今年一股也是五块半 底部都是在八十块钱的地方 这个就是圆月的起涨股 你再看这一支 这家公司五年营收的分布图 是不是很清楚 上半年是淡季 盘底盘底 从九月开始 十月营收开始起头 开始起头 十一月在创新高 十二月差不多 一月会拉到最高峰 一月营收会拉到最高峰 所以他的旺季是十一十二一月份 那股价呢 股价每年都在一月份开始起涨 一月涨到四月 每年都是一月涨到四月 一月涨到四月 一月涨到四月 每年都是一月涨到四月 你看每年 是不是都一月开 这是周线 一月涨到四月 一月涨到四月 看他业绩好坏 业绩坏的时候涨得少 业绩好的时候涨得凶 涨得大 那目前又回来了 四月又回到底部这里来了 那今年是最好的 因为今年前三季已经2块8 全年4块钱以上 是最近这十年来最好的一年 那股价还没有涨 还在三十块钱这附近 所以一月份开始 营收一月份大暴冲之后 整个股价就会开始动 那为什么价格会这样 每年从一月份开始起涨的 我现在手中掌握了好几档 包括这支也是 每年营收都是 七八九十七八九淡季 十月份开始爬 十月份爆冲 十二月爆冲 一月份会开更高 它每年营收是十 十一十二一月份 尤其十一十二一月份 十一月营收已经次高了 十二月份会创新高 一月份也会创新高 这支也完全没去 尤其他的业绩 前三季十二点一 去年十一点六八 前三季就已经超过去年了 第四季是它历年来最好的 你看每年第四季 每年第四季都是最好的 所以今年第四季要加进来 起码十六块十七块走过去 十六块十七块 北比十倍而已耶 今天又一度打下来 今天一度拌到五 拌到五拌下去 这支最棒 高价格这支真棒 这支真棒 每年都是从一月份开始起涨 营收在十一十二一月份 都会大爆冲的 这个叫什么 你要如果说吃水果 这就中式的啦 吃水果你要吃中式的嘛 中式的有点甜 有点好吃 有点凶嘛 对不对 你吃到那个价值的 什么叫价值的 价值的股票已经涨很高啦 对不对 水果已经出来很久 快烂掉啦 你再去吃就会拉肚子嘛 是不是 那股票涨高就会价值了嘛 你再去买就要被套了嘛 那有些要不然中式 明明都还在树上 还没成熟 你要硬摘下来吃 那就拍加嘛 所以有些股票还没进入旺季 因为它还在跌 或者在足底 你拿早期末的 你贪不到就值嘛 相同的道理 做股票你不要做中式的 即将进入旺季的 股价刚从底部要上来的 我们现在全力在布局这几档 即将进入旺季 从1月份会开始起涨股票 大盘剩下最后两天 即将完成反转 这两天是你求设下最重要的时候 这几档个股到时候一发动 又是一个50%50%的行情 1月份很重要 因为1月份是在拼年终奖金的 1月份这几档标股赚下来 年终奖金就有着落了 如果没赚到 那2月过年可能就要自己掏腰包了喔 这几档圆月的标股 赶快跟上我们脚步 全力抢圆月标股活动 我们的付赚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大家进来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